上周咱们联播两期 这个朱子百家 其实叫我们的哲学 不叫朱子百家 我们的哲学 我也看了大家的反馈 怎么说呢 有人说 这不叫哲学 那你告诉啥叫哲学 感谢唐先生的大肥精 唐先生你是不是换号了 感谢唐先生的大肥精 不是那你告诉啥叫哲学 这不叫哲学 这啥叫哲学 说这是一个什么统治者的统治方法 没有哲学哪来统治方法 这怎么不是哲学 这就是我们民族 或者说我们的文化 这就是最早的哲学 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因为我们第一期就已经说过了 人类的哲学起源 其实是同一时期 对吧 然后在不同的地方 突然出现的 大家都非常非常类似 对吗 古希腊 有这些古希腊的哲学家 这个恒河流域 这个释迦牟尼 对不对啊 然后这个中东地区 犹太教的出现 这都是哲学 对不对 然后到了这个中国 到了华夏地区 华夏文明里到 是什么呀 朱子百家 对不对啊 就这个大家争论思辨 对不对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最早的哲学的产生 所以这个专题就叫我们的哲学 我们的哲学 它没有什么这个疑问 我们上周呢 跟大家聊了儒家和墨家 我们用两期专题 跟大家聊了儒家和墨家 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道家 对吧 儒墨道法 我们为什么把道家留在第三段 啊 我们为什么要把它留在第三段 比如黑格尔 你 你要是懂你就说 你要是不懂你就别说 黑格尔跟孔子差了一千多年 差了两千年 你要是比的话 你也得拿 你也拿不了什么来比 知道吧 所以别老在这儿这个刷了 别老在这儿刷了 我们为什么要去 就是你要是想听你就听啊 你要不想听 我们给你一禁言 好吗 然后你就出去就行了 这个 我为什么把这个道家留在第三段讲 但其实我们这个顺序是错的 知道吧 就是我其实我从一开始 我已经告诉你了 先有道 后有诸子百家 为什么说先有道 后有诸子百家 因为道这个东西比较悬 说不好 知道吗 因为什么都是道 天下万物都是道 道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什么呢 道其实是所有的人类都一定会发展出来的一个做事的方法 或者理解这世界的方法 所以所谓如墨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只是道的精进和延伸 他们都是在道的基础上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如道变成了黄老之血 为什么儒家和道家最后可以无缝去衔接 对吗 一个是儒家是要育人的 一个老 这个道家 道家要什么 要愚民的 对吧 要愚民愚军愚官 就你们做什么都别学 这样呢 咱们谁都不 什么都不学 大家都当蠢货 然后就说 稀里糊涂混 这就天下就太平了 就无为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两者能特别容易就融合在一块 而且我们也知道 所谓的内外如内法 那为什么法家又可以跟儒家又可以这么容易结合 对吗 就是说这到底是怎么在结合的 为什么他们能这么浑然天成的说你要不要点脸啊 你把所有东西都拿过来 你自己用了 你要不要是对 这东西是有根基的 这东西是有理论基础的 理论基础是什么 理论基础其实就是道 但是我们上周给大家讲了 我们为什么把如和末放在刚开始 因为如和末他们所坚持的东西 我们刚才说了 如 之前说了 如要为官 对吧 要为士 对吧 他代表什么 士的那个上层 末 末是干嘛 要为侠 对不对啊 所以他代表的是士的下层 但是他们有一个一点是统一的 这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都要出来做事 大家都要出事 不是不是出事啊 出事 士 士大夫的士 大家都要士图的士 大家都要出事 所以我们先讲了两个要出事的 这样的话 我们再用道家来比对一下 道家跟他们两个是截然不同 所以我们把道家放在了第三段 有比较 就有了伤害 你就能明白 为什么道家是思想的基础 但是道家又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道家也是受非议罪多 道家也是受曲解罪多 因为这玩意本来就没有什么 对吗 它本来就是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最底层 对吗 它是我们思想的最底层 这最底层 你怎么解释都可以 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再读洋猪 有很多人说洋猪是谁啊 对都没听说过 对 这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洋猪是最容易被曲解的 但是恰恰在洋猪之前 我们也谈不上说有道家这么一个玩意 我们只能说有道 但是没有道家 洋猪他提出来的道家 为什么他说这道家 但反而我们就好多人说 就听说这个老庄子 老子庄子 我们就听说这老子 洋猪是谁啊 对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为什么我们没有洋猪的事 为什么我们很少提到洋猪 这道到底是怎么演进 它最开始是什么模样 它后来又是什么模样 庄子 我们先从庄子聊起啊 庄子 他作为道的啊 就是这个 他不是最后一个啊 但是是道家起源的起源者啊 算是道家创始人的最后一代 庄子 他的思想啊 但他就毫无疑问 他肯定是来自于前者 对吧 来自于这个老子的作者啊 你记得不是老子啊 是老子的作者 来自于洋猪 所以庄子 或者说庄子的这个学派 他跟墨家有一个相同点 就是什么呢 他们看不上儒家 他们觉得儒家 礼乐虚伪 对吧 非常非常虚伪 所以庄子 如果你翻开 庄子也经常会什么呀 会思辨 会跟这个 不是今天思逼 思逼啊 那叫思逼啊 他叫思辨 就是庄子也经常会编一些故事 然后来反驳这个儒家 比如说庄子就写过这么一故事 他说什么呀 他说 有一天晚上 有俩儒家啊 有两个儒家的信徒 跑去盗一个墓 啊 儒家 为什么儒家信徒会盗墓啊 待会儿再跟你说啊 就是两个儒家信徒 去盗墓去 一个大儒和一个小儒啊 大儒在外面望风 小儒进去作案 然后大儒啊 就等这个小儒 说你怎么这么慢啊 说这天都要亮了 怎么回事啊 东方坐椅 事之何苦 就是都 东方都已经要亮了 你干嘛呢 啊 小儒说什么呀 未解群儒 口中有珠 小儒说什么 我还没解开他衣服呢 啊 这死人的嘴里含着一颗珠子 啊 所以我 我正在那解这衣服 我正在抠那珠子呢 接着呢 这小儒啊 就一边在这个死人嘴里啊 抠这珠子 他一边他就唱上了 他唱上了 他说 青青之脉 生于灵淮 生不不失 死和寒珠为 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会儿 他还就是还吃惊饭呢 对吧 青青之脉啊 观观居咎 还吃惊饭呢 因为太早了 仙秦嘛 他说什么 就是脉子 绿油油的 多好看啊 长在那个 那个山坡上啊 长在这山坡上 说你看你这人死在这啊 穿这么好看 活着你也不减款啊 活着你也啥都不做 你死了以后 你说你含这么一漂亮珠子 干嘛呀 你看啊 这就是庄子 写了这么一故事 他干嘛 他在嘲讽儒家 就是说 你看啊 你偷人东西 就是你 你一个儒啊 你为什么大儒小儒 你就当人问你偷人东西 你还得在这啊 吟诗讲大道理 你看 这不就是儒家的道理吗 对吧 虚伪吗 多虚伪啊 对吧 你活着不捐款 我还得给你讲讲道理 你说你这个人啊 活着不捐款 你死了 你含个猪子干嘛 对吧 你还 忧天下 儒家和儒家的伦理 不只是在墨子这边 墨子看不上 墨家看不上 这庄子 庄家 或者说道家 也更看不上 儒家跟儒家伦理 这对于 道家来说 这是不折不扣的 大奸 大尾 太虚伪了 而且 庄子说了 我告诉你啊 就这一套 就是儒家的 为什么说 这是一个大儒 一小儒 去偷这个 去盗墓去 为什么他们俩干这坏事 他说 我不是说啊 儒家 最简单 儒家这套理念 就是给盗贼准备的呀 对吗 你比如说啊 为了防贼 咱们老喜欢把什么柜子呀 箱子呀 什么都给弄的 挂个锁 捆了牢一点 但是有用吗 要是来一大贼 那光把你门踹开 一刀把你砍死 扛着箱子啊 拎着这个 扛着柜子 拎着箱子 提着袋子就跑 对呀 你还生怕 你把这个 这个袋子扎得不结实呢 但你跑 你是帮他忙的 对不对 所以智慧是这样的 道德也是这样 比如说 他在庄子里头 他就写了 他说啊 有一江洋大道 哎 他就给他这个小弟们 有一天开会 啊 这个社团啊 社团这个领导人啊 坐那儿 说一块开开会 啊 说给你们讲讲道理 说我们这个做盗贼的 我们要盗啊 什么是我们是什么盗啊 你说你看 我要是准确的猜出屋子里 藏了什么 这是什么 这就是圣 你看我预计到了 对吧 我抢先冲进去行窃 干嘛 这是勇 哎 我最后一个撤离 我掩护你们撤离 这是什么 这是意 啊 知道不能得手 我 咱们马上就撤 马上就就扯户 这叫什么 这叫智 分赃的时候 大家都坐在这 社团靠大家 大家为社团 对吧 大家人人都分 大家人人都有份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人 对吧 庄子就说了这么一个 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他言外之意是什么 你不是说 这就是你的 对吧 圣 勇 义 智 人 全是你的 理论 对吧 都是都是儒家的理论 好 那如果说儒家这理论 用在盗贼上 用在这社团领导人上 这个扛把子 用在这个画世人身上 请问 这件事情 道德吗 很显然不道德 对吧 所以 儒家伦理 也好 或者说 莫家的这个道德 也好 因为这两点 他们是一致的 对吗 所以好人 坏人 都用得上 而且 不用说 坏人 用得更好 坏人用得更顺手 所以庄子得出一个结论 叫什么呀 圣人生 而大道体 盗贼 你圣人生 而大 你圣人提出来 这玩意儿 给谁服务的 就是给盗贼服务的 所以庄子 语不惊人 死不休 语出惊人 圣人不死 大道不止 就反正你 圣人都没了 这天下就太平了 这一棍子 直接你看啊 儒家 墨家 全都玩完 全滚蛋 对吧 圣人不死 大道不止 你们俩呢 虽然你们俩有分体 你们 你 墨家 你也觉得儒家穴 但是理念上 大家是一致的 对吗 所以 庄子还要追根溯源 哎 他说什么 他说孔子 墨子 叫孔墨呀 之所以跑出来 老是一个 这个摆着一个 说这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模样 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就是有人买他的课 对吧 他这个卡怎么就有人买啊 说先生办个卡吧 说我们这课啊 我们这个这个成功学课 为什么有人听他们的课 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门声 很简单 因为这世界上 世道人心大乱了 对吗 所以大家都有危机感 所以才有人去买那课啊 他们俩为什么有人买这课 因为他们俩都号称要救世啊 对吗 都说都说用我们的方法 我们叫救世 哎 所以想要救世 那首先我们应该搞清楚什么呀 是人心是怎么变坏的 就这世道到底是怎么给变坏的 哎 谁把人心搞坏了 庄子得一结论 啊 他说谁呀 下雨啊 下雨不是演电影 是阳光灿烂日的下雨啊 下雨 雨啊 雨 大雨治水的雨 说下雨 从那个时候 从起根就乱了 人人都用计谋 个个都害别人啊 还说什么 还满口还说什么 替天行道 除暴安良 对吧 所以下雨 从他那就坏了 使民心变 哎 为什么 使民心变 因为顺 哎 帝顺呢 他使民心静 静争的静啊 帝顺使民心静 然后呢 帝遥 遥顺雨 遥 遥使民心亲 亲什么 亲就是儒家说那亲亲之爱啊 就说亲 亲 爱自己的亲人 这个是儒家 儒家的这个伦理基础 对吧 但是对在庄子这 这就是祸根 亲亲 这事对庄子来说不对 完全不对 为什么 是亲啊 有亲就有书 对吗 这一点 你看是不是又跟墨家一样了 咱们要兼爱 不能说咱们只爱咱们亲人 说离我近的我就爱 我就更爱一点 咱们要兼爱 但是庄子跟墨子不一样 那是什么呀 他说呀 这玩意儿是 是这个这个互相依附的 有亲就有书 有爱就有恨 对吧 你爱那肯定就有恨 你有亲那肯定就有书 所以这东西是互相依附的 所以遥那个时代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 就是什么 大家相互区别了 对吗 就会有顺时代的那个竞争 然后就会有与时代的相互的斗争 最后结果导致什么 天下大害如墨接起 你们如墨的出现 就是天下大害的结果 所以罪魁祸首 庄子说 那咱们要倒 那咱就得倒到这个摇这个时代 对吧 你要让大家这个相亲 对不对 但是倒到摇完了吗 还没完 他觉得倒到摇还不够 他说呀 真真正正出问题的是谁 是三皇五帝 为什么呀 因为摇也好 顺也好 愉悦也好 他们有一个目的是好的 就是他们的出发点上 他们要治天下 对吗 最早治天下的是三皇五帝 所以三皇五帝 皇帝治天下 有一好处 就是让人心纯一 大家都拧成一股绳了 但是 这不对啊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两面的 都是互相依附的 你有治 就肯定会有什么 就肯定会有乱 治为乱之源 有了三皇五帝的治 就一定有姚顺宇 下商周的乱 这就是什么 这就叫名曰治之 而乱莫甚焉 就是名义上 看起来是在治 但实际上 有治 就有了乱 因为你把反面给弄出来了 对吧 所以 从姚顺宇 到下商周 对于庄子来说 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一个完全就是乱折腾 你没有任何意义 你折腾这么久 哪还有救啊 对吧 有什么意义啊 什么意义啊 没有 所以 按照这个思路 去向下推敲 那庄子推出来的是什么 是 无德 才有德 不爱 才有爱 越治 越没治 越救 越没救 对吧 你要真想让这世界好 那很简单 你不要折腾 你不要管他 你让他自然去发展 所以 你看啊 这就是道家一贯的思路 就是什么呀 不救 这世界 有 这世界乱不乱乱啊 有没有救 这个 没救 啊 你要非说这世界有救的话 怎么救啊 就是不救 救有救 所以 从庄子这方面看来 对 这就是道 啊 这就是道 当然道 我们待会再会 我详细跟你讲啊 道 所以 从庄子看来 好的天下 不用谈到说 我们现在说一帮人坐在这 说这世界怎么救 那好的天下会到这一步吗 不会 好的天下不需要救 哎 而且呢 好的天下 也不需要什么爱 这就好比什么呀 说 你说啊 你说这个 鱼 鱼在水里游 对吧 鱼在大江大海里游 他们相互帮助过吗 没有吧 那鱼活得不好吗 也没有吧 对吧 但是当泉水一干涸 鱼都给困在这小水坑里头了 这个时候 他们就需要讲爱心 需要什么呀 需要互相 相濡以沫 对吧 用自己的吐沫 去给别人 哎 这就是这个相须已失 相濡以沫 然后互相救助 但是这 你说这样好不好 这样好 但是更好的是什么 更好的 为什么不是不让这个水干呢 对吗 为什么水会干 你有没有想过水为什么会干的原因 谁去找水干的原因 谁去捋水干的责任 所以这个推论推下去 那就是什么呀 咱谁也别管谁 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对吗 这种就是 这可能是人类最原始的 问题是什么呀 就是说怎么保证 因为咱们话虽然这么说啊 但是你说那谁能保证 说泉水不干 对不如相亡于江湖啊 相濡以沫 不如相亡于江湖 就是你怎么能保证这个泉水不干 万一要天灾呢 对吧 万一要是闹干旱呢 所以庄子也认为什么呢 他他不认为说说天下兴亡 跟个人有关系 他不他不这么认为 他的主张恰恰是相反的 他觉得什么呢 咱们得先救自己 才能救别人 然后再说救天下 对吧 先存诸己 而后存诸人 咱们先救自己 先救别人 然后再 先救自己 再救别人 然后再救天下 对吧 这个观点啊 对不对呢 当然这个 这个对不对 我们也不评价了 啊 我们不评价了 我们只能说他符不符合 人类发展规律 绝对符合 对吧 绝对符合 但是这个 他在某种意识形态下 他这个对不对 那 这个 所以你自己想想这逻辑 一个人要连自己都救不了 你凭什么去救别人啊 你凭什么去谈救天下啊 对吗 如果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给整理好 每人都自扫门前雪的话 那么 还有 老太太 走到这儿滑倒了 然后人过去一扶扶你二十万 还会有这种事吗 不会有了 对吧 因为每个人的门前都扫干净了 对吧 因为每一片土地都有人住啊 那就大家都扫干净了 对吧 没人住个地方 也没人去啊 他也不会滑倒了 那么 首先 你要做什么 你得先尊重你自己 你才能说去尊重别人 你得先爱护你自己 你才能去爱护那社会 对吧 不然 你看啊 那些这个 文人 根骨特别硬的 动不动 自己抹脖子啊 效忠了啊 自己视死如归 但是他是提着头 他不拿自己的命当回事 但是我告诉你 只有这种人 他也不会拿别人的命当回事了 因为他就没觉得命是个什么事 所以他自己是视死如归的 但是他也不会在乎说别人死了多少 对吧 一将功成万古枯吗 所以 庄子还有一个观点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一个人 如果说他重视自己 超过重视天下 爱护自己 超过爱护天下 那么 反而我们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 反过来 说那人啊 说这个 这个只为天下想 他没有个人 那我告诉你 他不想着自己 他也不会把别人当回事了 所以 他的眼里只有天下 这个 就是 庄子的观点 但庄子的这个观点 脉络是哪 杨朱 老子 杨朱和老子 还有庄子 这就是道家创始人的 三个啊 创始人 庄子算是最后一个 那么我们现在要来说一说 啥叫道 道是怎么发展出来呢 道是一个形成非常非常复杂 其实如果你说道有没有创始人 没有 我们找不到道的创始人 你说道家的创始人 我们能找到 我们能知道 他是杨朱 他是老子 他是庄子 但是你说道这个东西是谁创始的 这我们可真不知道 这是随着咱们这民族的文明发展 他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但是到了杨朱 他把这些约定俗成的东西汇集在一块 他提出了一比较完善的一个体系 道很玄 我刚才我一上了 我就说道是一个很玄的东西 道我们说深一点 这是什么呀 天地的章法 天下万物的演化运行机制 对吧 客观事实 这就是道 这个就是我们的哲学的基础 不管是如 末 法 都是要从道里出来 因为你要尊重客观事实 对吧 你哲学思辨 你得在客观事实基础上思辨 要不然的话 你思辨啥呢 所以道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自然现象 说太阳每天早上升起来晚上落下去 这叫什么 这就叫道 太阳下去了 月亮升起来 这叫什么 这就叫道 我娶媳妇 我跟他一那什么 然后他你 他怀孕了 这叫什么 这叫道 这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不容扭转的 这就是道 所以道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 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个东西 对吧 所以道这个东西 它没有什么目的可言 对吗 它是自然的 它没有什么目的可言 那么想要了解道 那你要想要入道 首先你要什么 你要尊重这个道 你要首先要承认 就是那道高于我 那我猜大本事 我也不能让太阳这不升起来了 我也不能让这个月亮不升起来 对吧 我也不能让这河水逆着流 就是这就是 这就是我 这道肯定得在我上面 对吗 所以过去的道 或者说我们叫没有道家之前的道 是什么 就是大家一代一代遵守的这个法则 就是大家都承认 说这个道确实高于我 对吧 所以那么往后发展 那奉道的人 天然他就跟奉儒奉末的人 虽然他们都是这个道理演化出来的旁支 但是他是有区别的 对吗 所以信奉道的 奉道的这些人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儿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儿 他们其实是一群 那既然自然高于我 道是高于我的 我干扰不了道 我改变不了道 对吗 那既然如此 那我还努力什么呀 比我有钱的人还比我努力 那我还努力个屁呀 对吧 这就是道的根骨 道的特点 这就是他的总体调子 就是尿性 得有这个尿性 所以道 我们用一个最恰当的形容词 隐识 隐识 隐识就是什么 我们先说再回顾一下室 室 春秋时候的室 就是官嘛 对吧 大体上这些室 他们是自由职业者 他们的工作就干嘛 就给人帮忙 我受人好处 我天神消灾 我就给人帮忙呢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大夫家 你说我这个采购点什么东西 这就是室来帮忙 知道吧 这室帮你这个打理 这叫什么 这叫加成 对吧 冲锋打仗 你靠谁 你也得靠室 这样的是什么 战事 或者武事 或者假事 当然这是春秋时期 你这个打仗 有人冲锋陷策 不是 有人冲锋这个陷阵 你就得有人出谋划策 对吧 出谋划策叫什么 叫谋事 或者叫策事 这都是事 国家之间要打仗 也得谈 对吧 谈 那就要辩论 就要这个 这个骂街 然后就要什么 这就是有人帮着这种话 这种事 干这工作就叫辩事 那 这个 贵族 大夫阶层 他们得享受 享受 你说这谁 没个病 没个奂 大家一块 治个病 算个 说 我昨天做了个梦 你给解个梦 说我 最近身子败了 你有没有丹药 有没有蓝色丹药 我最近 有点力不从心 我不好 他都不好 怎么办呢 这也得有事 这些事就是什么 这些事就是方式 专门出方子了 方式 还有一类事 自由职业 还有一类事 什么 什么都没有 比较牛逼 什么都不会 牛逼什么都不会 就是 我也没什么本职工作 我干什么 就是什么 我就好陪这个有钱人 达官贵人聊天 喝酒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时刻 时刻什么 就是有事咱商量事 没事咱聊天 这就是时刻 所以总之 咱们整理一下 事的任务就是什么 就是有事帮忙 没事帮闲 说话帮枪 打仗帮凶 对不对 但不管是哪一种 他们都得做事 也都要依附于 比较牛的 比较你 他依附于贵族 没有贵族 谁 你跟哪试去 你也不能自己 跟你自己试 对吧 所以 这就是什么 他们就是毛 腿毛 黄老爷 就是那根大腿 他得附在一个什么 他得附在一个腿上 你腿毛 腿毛 你得长一腿 所以他得附在那皮上 皮之不存 毛 这个毛将淹覆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是这个阶层 他们就关心什么 他们理所当然就会去关心天下星 天下王 会去关心国际政治 会去关心国家大事 为什么 因为这跟他的私人利益 有瓜葛 有牵扯 那我们再说 道 道 符合道的 这隐士 隐士是什么尿性 隐士非常的有尿性 隐士就是 我谁也不依附 什么事我也不帮别人做 也不为这动脑筋 什么天下呀 人民啊 国家呀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这关系 有人说了 主播主播主播 我也这样 那我是不是隐士啊 这个你想多了 你还离那个 这还远了点 我没说你啊 你不用激动 对 我知道这个好多人都是这样 但这里有一前提 前提是你得有本事 就是说 得有人请你 你拒绝了 你说哎 李富贵啊 你来这个 当一下我们这个商务部的顾问吧 啊 说这个 当一下我们商务部 我们最近有点这个贸易纠纷啊 搞不明白啊 你说这李富贵 哎呀 去不了 不去啊 不去 这叫隐士啊 你说这个 本来人也没理你啊 人你就这个家呆着吧 你这叫肥宅啊 所以这不是一码事 事是最典型的事啊 就是什么 就是你要拿这问题去请教他 他非常生气 比如说早前啊 有一个隐士啊 许游 这不用问你是不是隐士了 我刚才说了 不是啊 许游 许游啊 相传的许游 特别牛啊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人格品行 都没得挑 所以这个谣啊 最开始就说是要善让 就想把这个位置让给许游 然后呢 这个 这这话就传到了许游的耳朵里头 这许游听完这话以后 蹭他就跑出去了 他干嘛就在河边洗耳朵去了 洗耳朵去了 结果呢 这个许游有一个哥们啊 叫朝复啊 朝复就特别的生气 说你 啥意思啊 啥意思 你说你 你听着这不好听的话 你侮辱了你的人格 你洗耳朵去 你洗完了耳朵 我怎么办 你把吸水都给弄脏了 对吧 摇摇这个扇位给你 扇让给你 结果你去洗了耳朵 你把这水都污染了 你我没办法了 我这牛啊 喝水 我只能去你上游喝了啊 拜拜了 您那 看见吗 这就叫做饮饰 哎 这就叫做饮饰 就是这取游跟这仇妇 这俩叫饮饰 就是说 我都不说你请我去不去的问题 你请我 我嫌你脏 啊 我觉得你侮辱了我 啊 你一笑而过 你也就不是人啊 你是个禽兽 就是这样 哎 然后 所以饮饰不是谁都能做的 你至少都有这个级别 你至少都有这个 摇啊 国家领导人级别的 对吧 你国家领导人说了 我把位子让给你 你做不做呀 不做 他洗耳朵去了 所以什么人能做饮饰 这样的人才能说做饮饰 哎 所以各位这个看直播的朋友呢 你就安心当个肥宅吧 啊 那肥宅跟饮饰中间 敬畏分明 有本事的人里头 他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是饮饰 他得是不做事的人才叫饮饰 但是他们也不是什么都不做啊 他们他们也得耕田啊 他们也种种菜啊 他们也得砍柴啊 也得钓鱼啊 对吧 所以这些他们还得做一份饿死了 啊 这个不做事的意思是说 我不做官 哎 不做官呢 也不是说没人找我做官 是说 你请我做官 做不了 对不起 家庭贫寒 告辞 哎 不愿意 我不乐意做这官 我嫌这个官脏 啊 六扇门里太肮脏 不如六根弦上 取磊落 等会我这弹幕短了 这怎么这个想起歌词来都一套一套的 啊 道家 就是这么一群隐世的代表 这就是早期的 或者我们管他叫做前道家 对吧 这是没有道家 还没有形成道家 这是道啊 道就是这么一拨人 这么一拨特别有尿性的人 所谓的道家思想 也就是这一拨人里头啊 这一些人的哲学 他们考虑出来的问题 但是这里就就有了这个困惑呀 对吧 儒家和墨家 他们需要代表 他们要做事 对吧 做事就必须得有一个理论依据 理论依据 我们就必须得推出一个人来 说这个人 我们得包装团队 得包装出一个特别圣的人来 大圣人 是吧 得有一个哲学指导 那隐世他什么都不做 他们要哲学干嘛呀 他们也不需要个代表 对不对呀 还有就是什么呀 隐世 他对于国家大事 天下兴亡 既然是事不关己 那你何必说 又有什么可说的呀 对吧 那你们没什么可说的了 你们为什么还要提出来道 对吧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你还要去宣扬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 后来的道家不等于这些隐世 隐世也不等于道家 隐世里头包含了道家 但道家绝没有涵盖所有的隐世 所以隐世道家不是隐世 他们只是什么隐世哲学家 大部分的隐世不说 因为跟我确实没关系 对吧 你非要问我这个英国脱我怎么看 我确实跟我没有 他不是我弄脱的 对吧 道家只是喜欢思考和宣扬 他哲学理念的隐世一部分 他们的立场 观点态度 确实是来源于隐世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隐世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他们主张什么 什么都不做 我做什么 什么都不做 他们的社会角色就是哲学家 所以 是哲学家 就要干嘛 就要往外说 说什么 说 跟人说 为啥我不做 为啥我什么都不做 我什么都不做吧 我还要说服你 我还要让你觉得 我什么都不做 特别有道理 这波人就形成了后来的道家 那既然是哲学家 对吧 其实 那你要说你是哲学家 那你就必须要去关心什么呀 国家大势 天下兴亡 为什么 因为那别人会来问你呀 哲学家 听说你挺哲的 那你问 那你跟我说一说 为什么现在 李坏岳崩 为什么呀 所以他也要回答这些问题 对吗 那他必须得去关心 这国家大势 天下兴亡 只不过在他们看来什么呢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说辞 就这个社会 这天下没救了 要救怎么救 就刚才我说的 庄子的最后集大成者 无为 这就是他们跟如墨两家的一个根本的分歧 所以所谓如道或者如墨道之争 我们可以说呀 其实就是有要可救 还是无要可救 这个拯救天下 还是先救自己 是积极有为 还是消极无为 其实就是这三句话 那代表这些道家的隐士们 这些隐士哲学家们 他们形成了一派之后 那他们就刚才说了 他们不是说吗 那你隐士 你不应该关心国家大势 你不应该关心天下兴亡 对吗 所以他们会认为这事不关痛痒吗 也不是 为什么 因为人 人活在这社会里 这也是道啊 人就要在社会里活着 对不对 要不然怎么社会人 社会人 大金链子 小金表 一天三顿小扫口 你不混社会 你这个家伙 你发型的好看吗 你这个着装 你那瘦腿裤子 能精神吗 那不利落呀 所以每一个人 也要活在社会里的 活在社会里 这也是道 隐士虽然隐了 虽然是我这事 看起来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隐士也不例外 我也是一人 社会状态好 我们的生活也好 社会状态不好 我们的生活也不好 所以你说他们不关心 其实他们也关心 更何况 那万一有人问你 说天下怎么救 对吧 那你总得说出个四五六来 要不然谁信你这个哲学 谁信你这个道 所以关心其实是必要的 他们的不关心 他们是认为什么 他们其实认为说 我关心 那也没有什么用 对吧 那既然已经说 这没有什么用 那我关心他干嘛 所以这种观点 这种比较超脱的观点 在老子庄子之前 哎 这些隐士们 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跟我没啥关系 但是有了老子庄子 因为这玩意已经成了家了 对吧 已经成了道家了 那么就跟我就有关系 因为我得出药风 孔子的时代 这种人很多 对吧 你论语里头 记了很多很多 这样的隐士 孔子实际上有好多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孔子怎么看他们 孔子把他们也视为什么呀 高人 孔子对这些人都贼客气 你看论语里那些技术很敬重 然后很客气 但是呢 这些人 凡是能有个名 有个姓呢 说碰着孔子了 都得数了他一顿 全都在这个什么 所以他们也不喜欢孔子 也不赞成 因为他觉得你把这个世界给带歪了 所以孔子威子里头就有一个例子 说楚国有一狂人 他叫杰鱼 有时候叫杰鱼 有时候叫杰鱼的 杰鱼 文言文念鱼 杰鱼 他就干嘛 他就有一天孔子开着车 孔子那会儿 门声多 有子贡赞助 有钱 名车 然后开着车 路上走呢 这杰鱼 听说这孔子来了 他就冲出屋子 他就开始在孔子车边上 他就唱歌 一边过这个孔子这个车 他就唱歌 他唱就唱给孔子听 唱的啥 唱的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 就是说 凤凰啊 凤就是凤凤凤凰凤凰凤凰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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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这么倒霉呢 王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也就说 这个过去的挽回不了了 没做的事呢 咱还可以搂着 不让他做 还可以挽回 一耳一耳 今之从政者戴耳 就是 别扯淡了 算了 现在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呀 就完蛋了 戴耳了 因为马上完蛋了 什么意思 这歌你连起来听 从孔子面前过去 他唱的是什么 他说 这世界没有救了 早就不可救药了 你就是个凤凰 孔子 你就是个凤凰 你在这个时代 你就是一只鸡呀 孔子 你是鸡 其实就是唱歌 就主旨 就是孔子 你是鸡 他们早晚要完蛋 这些执政者早晚要完蛋 这些国家早晚要完蛋 你东奔西走的 你说你在这干嘛呢 孔子听完这歌 什么反应呢 孔子听完这歌以后 很激动 唱太好了 哎呀 这谁也赶紧下车 就要跟他谈一谈 结果呢 这鲑鱼啊 跑了啊 一流烟就跑了 就唱了一首歌 就不在里头了 走了 哎 所以你看啊 鲑鱼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隐士 对吧 很显然 他的 他的理念是什么 就是 你救他们干嘛 这不就是隐士吗 对吧 所以 他就走了 哎 他就 我不跟你聊 这肯定是隐士 还有另外两个隐士 啊 这个 这个 这也是论语里头啊 这个长句和和这个节逆啊 节逆 长句和节逆 长句啊 有后面念举啊 这个句或者举啊 这个文言应该是句啊 就是长句 又长 那不是 长句和节逆 长句和节逆这故事呢 就更有代表性了 就说有一次孔子要过河 孔子这要过河 找不到渡口啊 孔子着急啊 他就唱啊 他说哥哥 不是 他找不到渡口 结果呢 他就 他就 他着急啊 他就看见路边上 有两个老者 哎 长句和节逆 他们两个人就在那并肩啊 在那儿除地呢 耕地呢 于是呢 这个孔子 就让子路 去问金 就是说问一下这渡口 说问问这渡口在哪 然后 这子路就过去了 他先问的是谁啊 问的是这长句 长句就说 说这个 哎呀 驾车的那位是谁 子路说驾车那位是孔秋 为什么驾车 为什么说孔秋驾车 因为这个子路最开始他驾车 但是他下来以后 这车上就留着孔子一个人了 所以 他就把这个配头啊 给了孔子 所以就是孔子驾车 哎 他说这个驾车者 孔秋 哎 所以这个 你看啊 他用的他说回答的是名字 对吗 说明他也对这 这 这长句啊 很这个什么呀 很尊重 对吧 就是矮一辈 不称夫子 很天虚 然后这个 这个长句就问呢 说哪个孔秋 是鲁国那孔秋吗 子路说对啊 就是那个孔秋 长句说啊 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 那是知今矣 啥意思啊 就是孔子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不是聪明绝顶吗 他不是要给天下开药方吗 他不是天下的出路 他都知道在哪吗 那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渡口 你都要来问我呢 对吧 所以 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天下的出路在哪了 这一个渡口啊 我看你也别问我 所以你看啊 这就是隐士回答子路的话 子路啊 那你没办法 他也不能说把他吊起来 就是抽一顿啊 说这个打你一顿啊 他也不敢 所以这个子路没有办法 他又去问这旁边的杰逆 杰逆就说问啊 先生哪位 子路说啊 必人重游 就说我是重游 也没称字 也很尊重 也很谦虚 然后这杰逆又问啊 重游啊 我听说过你啊 你不是那鲁国恐秋的学生吗 子路说对地 啊 我就是 杰逆说啊 这普天之下呀 都是洪水 谁能 谁能制止这洪水啊 谁能改变这个现状啊 你又打算跟谁去一块改变这现状啊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水以抑制 所以 这意思也很清楚 就是这天下已经没救了 你在这费什么劲呢 你还不如啊 你也跟我 反正你岁数也不小了 你也跟我们一块 你也路过 你跟我们这一块 耕地来得了 所以 还不如 与其说这样啊 你与其像孔子那样 孔子干嘛 孔子 他一直想去跟别人合作 他只是在拒绝 跟坏人合作 他只是在逼人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 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 对吗 谁不用套啊 不是 大家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拒绝谁 其实最后本质上看 也是一个后果 谁也改变不了 你还不如像我们这样 干脆 咱们就在这隐居 断绝跟整个社会的合作 咱们就直接避世 长句跟这杰逆 俩人说完 就不再理这个子路了 子路没办法呀 子路就直到回去 就跟这孔子说了 孔子听了以后 杀 啊 你这个 这哪行啊 啊 这哪行啊 那不就自闭了吗 对吧 那你跟我们就自闭了 那那哪行啊 说人啊 又不能跟动物一样 说鸟兽 不可与同群 说那我不跟人打交道 我跟谁打交道去啊 对吧 所以如果天下要是太平的话 那我也不用出来找搞改革了 对吧 所以 这个就是因为这世道看起来是无可救药的 所以这不才需要我来想办法吗 要不都跟你们这自着闭 啊 都跟你们哥俩在这自闭着 那天下就更完蛋了 对吧 所以类似的话 其实子路也说过 就有一次啊 你看这高徒啊 就比他小九岁啊 子路就比孔子小九岁 这是他第一个徒弟 有一次孔子在前面走 啊 子路在后面跟着啊 就可能这个孔子是开着车走 子路后面腿着走啊 结果这个把他给弄丢了 子路就跟不上了 岁数还大 这个时候啊 这个子路啊 就碰着了一位 和调丈人 和调啊 就是 一个工具啊 除草的工具 调啊 这个这个叫调 他问了这么一个和调老人 和调丈人 一个老头啊 拿着一个除草工具 然后呢 他就问这个和调老人 他说什么呀 他说这个先生啊 你有没有看见 我师父呀 和调丈人说了一句话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孰为夫子 啥意思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啊 这种人是你的老师吗 这种人怎么能当老师呢 谁是你的老师啊 啊 当然这句话也有不同的解读 有人说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是说了和调老人自己的 说我是一个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的人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谁是你们老师 但是更 当然这话里有话 这是这是一个双关语 对吧 这很显然 他的意思是什么呀 他的意思是说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的人 也能是老师 就你 这谁是老师啊 这不行 啊 不行 所以呢 子路后来追上了孔子 他就跟孔子说了一句话 他说啊 道之不行 以之之以 什么意思 孔子路也这个被腐蚀了啊 被这个无为的资本主义也被腐蚀了 就是你别以为我不明白 咱们这条路走不通的 我已经知道了啊 就是道之不行 以之之以 哎 这就有趣了 你看连孔子的第一个徒弟 高徒 他都知道道之不行 那为什么儒家或者说孔家孔门啊 还要去推行 很简单 因为有榜一子共啊 对吧 有榜 有榜一子共 嗯 就是这东西就是很简单 一个是义务 一个是觉得还有希望啊 子路也说过 他说什么 君子做官 为了什么 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 对吧 然后进到一个什么呢 进到一个世人该尽的责任啊 君子之事也行其义也 就说我做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特别义的事情 哎 隐士们就顾着自闭了啊 隐士们倒挺好 洁身自好 对吧 但是他们其实只是取了小义 但是乱了大轮 哎 刚长啊 你这刚长啊 就拧在一块乱了 你这就是 到时候你就出不来了 知道吧 所以 所以 不是 既 无义 啥意思 不是 你要是有学问 不出来当官 对于儒家来说 没有义 哎 但是这说不通啊 你出来做官又为了谁呢 你真的是为了天下吗 恐怕也不是 对吧 所以 不是无义 哎 但是这个又有希望啊 如果说这社会彻底没救了 那君子就算做了官 那又有什么用呢 对吗 那如果说咱们这个 我已知啊 道之不行 以知之以 我已经知道这道不行了 那你说我还出来做官有什么用呢 所以说到底 儒家还认为是道可救 或者说有救的希望 只有这样 儒家才能够不断的壮大 对吗 才能够不断的信徒 才能去给名门贵族啊 各国这个元首 才能开小班授课 才能收徒 才能 对吧 所以 孔子才能继续开药方 他才能够儒学 才能够继续向前推进 所以这就是儒道 两家的第一个分歧 一个是说天下大乱 是 我承认 有药可救 另一个说天下大乱 我也承认 但是无药可救 所以这就有了第二个分歧 我们应该 救天下 还是应该救自己 天下能救 还是我们自己能救 所以道家很显然 他认为什么 他认为应该救自己啊 对吗 在谈判来 那既然天下已经无药可救了 那 我对这世界一点主观能动性都没有 对吗 道是不可 我也颠覆不了道 我也扭转不了这个道 我能做的是什么 我能做的只有我自己 对吧 我只能去救我自己 这个就是谁的观点了 这就是杨朱的观点了 杨朱 先秦道家第一人 先秦道家 这个 就是道家 我们现在说到道家了 我们现在没有再说道啊 道 前道 已经说完了 到了杨朱这个地方 这就已经上升到理论高度了 这就要提出一个理论 要去执行了 对吧 要去跟如墨 要去争锋了 争名嘛 对吧 所以杨朱 整个道家的创始 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杨朱 第二阶段老子的作者 记住啊 不是老子 老子的作者 第三个阶段 就是庄子 这是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里头 他给分的类 当然这个你 同不同意随你 可惜 可惜在什么呢 杨朱这个人 姓甚名谁 不知道 这个人 没有人知道 我们只知道 他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一名道家的哲学家 一名隐世哲学家 有人说杨朱 不姓这个杨 不是这个木 木一杨 是什么呢 应该是太阳的杨 杨朱 应该这个朱 朱就是朱红色的朱 朱元璋的朱 也就是朱 有人说 他是这个杨朱 也有人说 就是这个杨 就是木一杨 有人说 他自子居 说他是魏国人 但是呢 这个生平 咱也考不出来 很显然 他是把道家 最后整理成脉络 整理成体系的 这么一位人 有人说 杨朱 是老子的徒弟 这个说法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连老子是谁 我们都不知道 对吧 因为历史上 对老子的这个身份 咱也确认不了 史记里头 老子 韩非子 列传 这是搁一块说的 老子 史记里头提了三个观点 有可能是李尔 有可能是老来子 有可能是太史丹 对吧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那这个 那那他是不是 杨朱 是不是老子的徒弟 还是老子 是杨朱的徒弟 那咱就不知道了 杨朱很有可能 跟老子会过面 他也很有可能 是受过老子 我们说这个老子 是老子那本书的作者 我们不知道老子是谁 有可能他受到了 老子的思想影响 然后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经历了什么 他就不自闭了 他就站出来 然后他就放弃了老子学说中的部分内容 也就是过去隐世 那超脱的不跟你说 我就自闭 我不跟你说 就是他放弃了这部分内容 然后他不断的深化 最后他发展成了一个 他自己的脉络体系 这个脉络体系就是什么 就是唯我 就是唯我 只有我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能从时间上 我们推测一下 杨猪应该是生活在莫子之后 孟子之前 为什么 因为莫子里头完全没有提到杨猪 知道吧 但是莫子到了 到了孟子的时代 杨猪已经跟莫子是齐名的了 有很多的粉丝 有很多的粉 关注度也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大 虽然不是什么大名人 但是也有12万5243个粉 心粉也经常 一天也长了十几个二十个了 反正 孟子 滕文公下 里头就提到 说什么呢 说杨猪跟莫子 这个学说 风行天下 所以 当然有人赞同 有人不赞同 反正不是赞同莫子的 就是赞同杨猪的 所以你看 他当时名气其实很大 我们只能推测出来 大概他活在这个年代 大概活在莫子和孟子之间 那杨猪的主张是什么 很简单 总结一下 就四个字 一毛不拔 唯我吗 对吧 杨猪的这个主张 孟子尽心上上 写了 说什么呀 拔一毛而立天下 不为也 韩非子显学里头 也提到了 说 这个 不以天下 大立 一齐净一毛 都提到了一毛 什么意思 这两句话 其实说的 是一个意思 很相似 就是什么呀 只要拔一根毛 就可以立天下 这样的事 不做 不为也 太小气了吧 哥们 就拔你一根毛 就立天下 对不起 不拔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就是杨猪被曲解的意思 这就是杨猪被曲解的地方 这 当然我们在说 为什么会 杨猪 现在你不太能 你课本 你也不学他了 对吧 为什么不学呢 这待会儿我们再跟你说 我们先只说 他的哲学观点 我们不说对错 这个列子杨猪里头 有这么一个记载 就是说 莫子 有一个学生 就是秦子 秦华锡 秦华锡 秦子 秦子就跑去问杨猪 拔先生一根毛 去子体之一毛 以记一事 就是拔先生一根毛 救全世界 干吗 先生 杨猪说 事故非一毛之所及 这世界上的问题 不是把我一根毛 就可以解决的 秦子又说 假设一下 假计为之乎 就假设一下 你干不干 杨猪 把头回过去了 不理他了 不理他了 秦子说什么玩意儿 我跟你这聊天 咱们思辨思辨 百家争鸣 你不理我了 你把我禁言了 一年 我生气 我出去去鱼吧 我发贴骂你去 所以他出门 他想去鱼吧 结果一出门 碰着杨猪的学生 孟孙杨 孟孙杨是杨猪的高徒 他就跟这孟孙杨说 什么玩意儿 你们这老师什么玩意儿 孟孙杨赶紧解释 你子不达夫子之心 你不太知道我们先生的用心 我替先生来说两句话了 我问你这个问题 如果有人说 现在打你一顿 给你一万钱 给你一万块钱 你干不干 秦子说干 干一万块钱 打两顿都可以 孟孙杨说 那好 砍你一条腿 给你一个国家 干不干 这时候这秦子就不说话了 于是这孟孙杨就接着说 那好 跟肌肤相比 就跟皮相比啊 毛 确实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跟肢体相比 擦破一块皮 有问题吗 也是微不足道的 跟你的身体相比 肌肤又是微不足道的 对吗 这个问题 谁都明白 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 没有毛 就没有肤 没有肌肤 没有肌肤 就没有肢体 一根毛 虽然只是你身体中的 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 微不足道一部分 但是我们能因为它小 所以就可以不当一回事吗 这句话的背后 有一个哲学的思辨 到底是先有局部 再有全体 再有整体 还是先有整体 再有局部的问题 再跟你说白点 这是先有肌 还是再有蛋 还是先有蛋 再有肌的问题 这就是哲学的思辨 这句话 是不是杨朱的意思 我们不知道 但是因为很多的学者认为 说列子不是真书 这是一本伪书 所以我们之间也弄不明白 就算是真书 那也是列子 那不是杨子 对吧 所以我们比较靠得住的方法 就是我们把这儿的杨朱 还有孟孙杨 我们就管它叫做列子 这本书里头的杨朱和孟孙杨 我们不知道在历史上 这个杨朱和孟孙杨 是不是说过这话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只说这本书里头 是不是历史上也说过 那我们搞不清楚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们说的这个话 是可以讨论的 对吗 这个话是完全没问题的 因为这是一贯的道家思想 所以这个话 其实话操 理不操 也很有符合道 对吗 符合道理 符合教训 对吧 第一 什么呀 口子 不能乱开 你今天拔一根毛 明天就可以撕一片皮 今天你可以挖一块肉 明天就可以剁一条腿 今天可以 来一点这个身体 明天就可能自杀 或者去杀别人 千里之低 溃于以穴 口子如果开开了 那么就收拾不了了 那一下就 一下子咱就收拾不了 所以孟孙杨最后问 问秦子 说拿你一条腿 换你一个国家 你干不干 为什么秦子没回答 因为这个问题 他下一个问题 很显然就在那 把你脑袋砍了 给你添下 你干不干 这问题是回答不了 所以这就推导出了第二个 局部是不能小看的 对吗 诚然 作为一个人来说 整体的利益 确实大于你那一根毛的利益 整体利益 确实大于局部利益 对吧 孟孙杨也说了 一毛微于肌肤 肌肤微于一节 对吧 行义 但是这不意味着什么呢 局部利益就不是利益 局部利益就可以被整体利益替代掉 局部就是可以被随便牺牲 这绝不意味着这个 因为整体是局部之和呀 对吗 你不把局部利益当回事 你今天牺牲一个 你明天牺牲一个 最后整体就会怎么样 就没有了 所以 你不能说 大河不满 小河干 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是 不管多大的河 都是由涓涓细流汇聚而成的 那么如果所有的说 这些小河 这些小溪都不重要 我们这泉水 西水 小河都干了 随便干 那么请问 如果他们有一天都干了 长江 黄河 还有水吗 我们还有文明吗 我们什么也没有了 这两个道理 很显然 我们再向下推导 是什么 这就是道家的治国理念 别把小民不当人 或者换句话说 不要动不动 就以国家天下的名义 任意剥夺 侵犯个人权利 个人与国家与天下 就是毛和皮肤和肢体和全身的关系 如果没有了毛 那么何来的 没有细节 何来的整体 没有局部 何来的整体 没有人 没有家 何来国家 你因为他们小 你就可以不把他们当回事吗 小民也是人 小民的生命也是生命 对吗 只要是生命 就得尊重 就得珍惜 哪怕他跟根毛一样 完全不当回事 但是谁要是真把小民当成毛 随随便便就给拔了 不行 这可不行 这就是所谓的拔一毛 而立天下不为也 这才是这句话的意思 只不过这句话为什么不中听啊 因为太激进 对吗 他没有解释这些原因 他太激进 因为就算是列子里记载的 也不是说是这个杨朱自己说出来的 这还是尾书上记载的 对吗 所以这个东西拔一毛里面太激进了 他说的是什么 并非是当真是说拔一根狠毛 就能够立于天下 说的不是这个事 他说的背后是有一大套的 我们要去推导 因为他是要思辨的 对吗 所以事故非一毛之所计 这世界不是说我拔一根毛能救得了的 对吗 哪有天下说因为我拔一根毛 你就能把你给救了 这根本就不可能 对吧 说穿了 为什么你问我这个问题 为什么秦子会去问羊猪这个问题 说穿了 你是在干嘛 你是在下套 你是在想让羊猪开一个口 你想让羊猪先献出一根毫毛 接下来你就可以套它去献出肌肤 献出肢体 最后献出生命 所以羊猪的回复很简单 把话说透 咱们说到底 说到极点 咱们往后倒 对吗 你凭什么要我的命 你凭什么要我这根毛 你别说要我的命 你现在 你要是能说得过我 你就说 你说不过我 对不起 一根毛我也不给你 因为毛关乎整体 羊猪除了损益 这个 等会儿啊 更何况羊猪其实还说过 损一毫立天下不渝也 对吗 他说过损一毫立天下不渝也 他还说过 惜天下奉一身不渝也 这句话是连在一起的 全文就是损一毫立天下不渝也 惜天下奉一身不渝也 人人不损一毫 人人不立天下 天下至矣 什么意思 如果一个社会 不需要人人去牺牲自己的利益 去满足这个社会的话 那么这个社会里头 人和人就是对等的 谁也不会损害谁 对吗 只有个人和社会都不受损 咱们都不牺牲 这样的话才会达到什么 天下大志啊 这个就是羊猪思想的完整的表达 但是 这个思想 这个和谐 这个和谐吗 不用说 这样的观点 不符 所以呢 这个你在学先秦诸子百家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教材里头有没有羊猪 反正我教材里没有羊猪 我没有读到个羊猪 这个思想很容易就被曲解 而且它非常非常容易被妖魔化 对吗 思想的传播其实有一规律 就是什么呀 就是简单化 我那说了一大堆的东西 最后你就得出一个结论 我说这个文科不如理科 这就是好多人听我们节目得出来的结论 是吧 这就是因为笨吗 蠢吗 脑子里的这没东西吗 所以就是 也没有 也不想再去听 我之前说过什么 也不想去分析 就是最后就简单化 哎 简单化了 这就符合他的认知了 把深刻的思想 他觉得想明白了 啊 一听就懂了 最好把它形成口号 哎 达到谁 就最好把它形成口号 这样的话就能广泛传播了 但是 语言 尤其是中文 它可是有着丰富的多异性和多样性的 简单的说法很容易被曲解 对吗 所以这种简单的工作 如果烙在自己人手里 那还好 那是往好的方面去讲话 那如果烙在不对付的人手里 跟你的这个意识形态相左的人手里 那么很容易就被妖魔化 对不对 杨猪其实 他的命运就是这样 那就是这样了 对吧 那笋一毫 立天下不渝也 惜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如果说我们把西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删掉 我们把后半句删掉 就只留前半句 哎 天才是99%的汉水 加上1%的这个天分 啊 如果我们把后边这句话去掉 我们把我们把这个 但是没有这1%的天分 有那99%的汉水也没用 啊 如果我们把这后边这句话去掉 那么整个巨异就变了 所以杨猪 他就面临着简化 再简化 所以因为大家都不喜欢你这太自私了 太激进 太自私了 对吗 思辨的年代有多少的政敌 等着找你的毛病 所以杨猪被简化再简化 到现在变成什么了 一毛不拔 杨猪说了什么 就说了一毛不拔 孔子是鸡 一毛不拔 庄子说了孔子是鸡 哎 这个杨猪说了一毛不拔 所以 为什么我们这期专题叫重读杨猪 杨猪后边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明白吧 因为这句话言外还有什么呀 除了一毛不拔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天下为公 对吗 因为人人都要为己 人人都要为我 都要为己 天下大智 他不反对天下大智 他也不反对天下太平 只不过在他看来 这种天下大智和天下太平 这不是能靠牺牲个人观点来实现的 哎 但是我要 我要我要再说一句 因为有很多这个不懒得思考的又该说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道家是对的啊 别着急啊 我讲这个这个儒家的时候进来一波激进的啊 非说我是孔吹啊 最后听到最后不知道你还说不说我是孔吹啊 我可没说 道家是对的 你也不要曲解这个意思 哲学思想是人类思想的脉络 这是早期的哲学思想 早期人类在思辨的过程中 有对也有错 因为那个时候的思想 因为那个时候的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 我要先跟你说明白啊 这句话 所以不要不要做无谓的联想啊 不要做无谓的联想 所以杨朱他认为什么呀 他认为这些不是能够靠个人努力来实现的 也不是靠个人牺牲来实现的 天下大力等于什么 等于无数的个人小力之和 这句话就是什么呀 积一毛已成积肤 积肌肤已成一结 就是它是无数个小力的总和 所以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受到伤害 每个人的利益都能维护 都能不受损害 那么天下才能大治 所以这才是这句话的意思 人人不损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 天下质疑 典型的什么呀 隐世思想 对不对 典型的道 这就是什么 无为而无不为 或者说不利而无不利 所有的人都不损害自己 那就没有人受损害 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做牺牲 那就没有人会牺牲 一个既没有人受损害 又没有人会牺牲的社会 请问天下又怎么会乱的 这不是太平盛世吗 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是 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幻景 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愿景 很显然 当然是 对吗 可能吗 不可能 生产力要发展 生产关系越来越复杂 对吗 那 没有这个资源去协调生产力 生产力怎么发展 所以这个在当时儒家认为不可能 墨家也认为不可能 只有道家自己认为可能 所以这里头又出现了第三个分歧 就是怎么样 到底是我们应该是有为 还是应该无为的问题 那么无为的这个问题 就不是杨朱的探讨对象了 这就是老子作者的探讨对象 所以下一期下周 周四 我们再跟大家继续聊 老庄孙老子 给你讲讲老子的故事 好了 我们今天的录音就先到这 不管你在哪个平台 听我们的回播 是浑水摸鱼喜马拉雅 还是优酷YouTube 都点赞留言 小老弟小老妹都支撑起来 那么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把时间留给斗鱼 直播间的弹幕 感谢观看